那你看看这个苏立台风的风力到底有多强劲 最明显的例子看到的是桃园县小屋来风景区代表的景观 风洞时 它的重量有50吨 相当于是三部的大型游览车 挺过了无数个风灾和九一大地震 这一次却不敌苏立的13级强风 原本立在陡坡上 现在却被吹倒 现在是整个掉落到了暴涨的溪水当中 让游客真的非常非常的惋惜 而另外新竹县的琼林乡通往竹东镇的旧中镇大桥 也挡不住台风的侵袭滚滚的头前溪 洪流是冲毁了两座的桥墩 80公尺的桥面随之断裂掉落到了溪底 还好都没有人员上网